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上腹部的正宗切口 然后首要的一步是进了腹夹以后要探查 首先看看肝有没有转移 腹膜大网膜有没有受寝 腹壁有没有小的结结 它残完以后了 我们就要针对胃的疾病 首先要进行大网膜的切除 游离 先把大网膜切除游离掉 然后就开始进行胃周血管的离断 包括胃网膜左右 胃右 胃左 这些的血管的离断 然后进行血管根部 淋巴基的清扫 然后这些清扫 然后把胃的表本全胃进行切除 切除以后 最后一个很重要的步骤 就是要进行消化道的重建 那么消化道的重建 就要根据病人的情况 有各种各样的重建方式